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到了明天下午可以看到就已经远离台湾许多 而且强度也正在减弱消散当中 所以预计在明天的上半天 它对台湾的影响就会逐渐的减小 各地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土王 目前这个台风在今天下午的位置 就在这边持续的朝西的方向前进 所以虽然说这个台风 它并不是一个很强的台风 只是一个轻度台风 结构也没有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它的台风中心相当接近 我们台湾的屏东恒春半岛地区 所以还是带来不小的风雨 那么其他地方也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今天云量稍微偏多一点点 而且局部地区有短暂正雨的情况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在现在今天其实在新竹这个地方 有出现了粉丰的现象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偏东风的情况之下 台风风速过山 造成下沉气流 导致有下沉增温的现象发生 所以今天在新竹地区也出现了32度的高温 是蛮闷热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台风逐渐远离之后 它其实就会持续的 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持续的减小了 取而代之的是明天晚上东北风增强 所以在银蜂蜜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气温会明显的下滑转凉 而且又会开始出现一些银蜂蜜的降雨 一直到下个星期 因为持续有一些暖湿的水汽移入 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恐怕都会是相当不稳定 都容易下雨的 建议你出门都要记得席待雨季 可以看到你接下来礼拜六台风远离之后 东北风增强 所以在银蜂蜜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接下来这几天都是持续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各地天天其实都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甚至在礼拜天可以看到 北海岸跟东北角 还有宜兰地区 都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震雨 而且下个礼拜一二也是一样 在东北角宜兰地区的雨势都还蛮大蛮明显的 所以虽然说台风远离了 但是东北风增强 也是会为东北部北部地区带来不小的雨势的提醒 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要多加注意 下个星期换时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 大家务必要提前做好一些防雨的准备 外出也要记得席雨具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温度的部分 刚刚提过了明天东北风增强 也会带来北方的凉空气南下 所以预计明天的高温还有30度 但是到了晚上东北季风增强 气温就会一路的往下滑 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二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的高温就会降到 只有22度到23度左右 低温也只有20度 甚至在空旷地区有机会跌破20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 各地又会转成一个比较偏湿凉 特别是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气温会明显的下滑转量 大家务必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接下来这几天气温也会稍稍的往下滑 高温来到28度29度左右 算是比较舒适的气温 而今天整个晚上的低温也会降到22度到23度 早晚也会明显的转量 所以是提醒大家 早晚外出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好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闪电台风现在还在我们台湾的南端 澳巴士 海峡上空 势必还是会持续为台湾的东南部 台东地区 恒春半岛 还有屏东以及高雄 甚至是台南地区造成不小的风雨 所以特别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在今天晚上不要再出门了 尽量待在室内 明天早上它就会逐渐远离 对台湾来说影响就会逐渐的减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